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各位會做活塞門嗎 你做的活塞門是1乘2還是2乘2 3乘3 好像很多人就不會做3乘3了嘛 對不對 更不要說4乘4或是更大的活塞門 今天秋風推薦這一張神圖給各位 他直接教你從1乘1的活塞門 做到10乘10啊各位 這張地圖呢秋風是在Mumbo Jumbo的影片裡面找到 我會把影片連結貼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觀看一下 他在說明欄內就可以下載到這一張地圖 從1乘1直接到10乘10的活塞門都有 我們從最小的看到最大的 首先這個就是我們1乘1的活塞門 他就是利用下面這個方塊你踩上去之後他幫你壓下來 你就變成趴行的齁 就可以爬過去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2乘1 這個應該是最常見的活塞門嘛 這個只要踩著 這邊就會推開來 這個應該是很常見的 以此利用2乘2的也是用利用這個方式齁 就兩邊都是這樣 欸 踩著兩個活塞就有2乘2的 我們到了3乘3的活塞門齁 這一個相信很多很多觀眾就不太會有了 他利用了這個裡活塞推兩次 把中間這一塊吸到下面來的方式 讓他縮進去齁 這個 欸 推得比較快 吸的時候比較慢 中間那塊吸比較慢 他還提供了第二個 3乘3的 作者是另外一個 有沒有 這裡 他這裡有寫 這個速度很快齁 撥下去 就吸完了 我這邊就不特別介紹他的結構了啦 大家可以去下載這張地圖 然後好好研究一下 我覺得是速度很驚人很快的欸 接下來來到我們4乘4了 不要說你們不會 我都不會欸 那個結構其實已經開始有點複雜繁複了齁 不過這個地圖很棒的是 他把那個所有活塞門都控制得很薄 沒有很寬很厚啦 所以那個結構也不會很大 看一下這4乘4的活塞門 哇 帥喔 有沒有 速度還蠻快的欸 另外一種4乘4的活塞門 他中間比較凹陷一點 他應該這個 這個凹陷應該是為了讓速度比較提升吧 看一下 喔唷唷唷 超快的欸 我的天哪 砰砰砰砰 馬上就開好門了 咻咻咻 而且他好像還有用到 戒服盒欸 這一定要嗎 太神了吧 接著來到我們的五乘五活塞門 咻咻咻咻咻咻 有沒有似曾相似的感覺 沒錯 秋風的機庫大門 在交換地圖 祥林那張地圖裡面 秋風用到的就是這個結構 喔 機庫大門 就是用這一個啦 按下去 蹦蹦蹦蹦蹦 就升上來 關好了喔 只是當初 呃 我好像沒有做的這麼大格 我好像是做5乘4 還是做4乘5 忘記了 這邊展示的是5乘5 那你多一排少一排 多一格少一格 其實都可以啦 他後面比較大型的結構呢 都有利用到這個 史萊姆方塊和那個蜂蜜塊齁 這個史萊姆方塊和蜂蜜塊呢 不會互相干擾 然後每一個 史萊姆方塊和蜂蜜塊 可以推動12格方塊啦 所以超過他的數量之後 他就要想辦法分離 像這個5乘5的就沒有分離嘛 那這個6乘6的就分離成 上下兩個階段喔 然後讓他可以這樣子 順利的推動 有沒有 分成上下兩個階段 我們合起來再看一次 推 來了來了 關起來了 好像我家鐵捲門喔 看一下7乘7的 我按 喔唷喔唷喔唷 帥喔帥喔 超酷的啦 關起來 我們家鐵捲門上升下降 7乘7的 8乘8的 看一下8乘8的結構 8乘8結構還是分兩段啦 兩段因為 那個系統還可以負荷 所以他就目前這裡只分兩段 來了 8乘8 哇哇哇 好神喔 果然是神圖阿有沒有 8乘8都不是問題阿 神圖阿各位 接著我們來看9乘9的 喔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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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酷的超酷的 這麼一大片 就這樣子 推上推下有沒有 9乘9的 好像有分比較 比較 比較多是不是 分成三段了 1 2 3 好像有 10乘10的 再來看一下最後一個 10乘10的 天哪 真的有人會用到這麼大的門嗎 10乘10的 活塞門 我推我推我推 成功了成功了 這裡真的分三段了有沒有 分三段 而且 他整體厚度 都沒有很厚耶 從門到最後 這裡才 1 2 3 4 5 5格 就可以包含所有的結構了 而且這一格還是外框耶 所以 其實這4格 就完成了耶 全部的結構都在這裡面 就是壓得很薄 沒有很 很厚 那這樣子 你這些結構 通通都可以藏到你的 呃 如果你是做城堡大門的牆壁 這些就可以 全部都塞到牆壁裡面 做裝飾 也比較容易喔 好啦 這邊 就推薦這一張 神圖給大家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喔 下一次秋風再看到一些 有用的神圖 再介紹給各位囉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